解释 你看藏节呢 没有阳政 没有往来寒热 又其人反静 舌上太滑者 不可公言 什么意思 没有阳政 我们不能解表 对不对 没有往来寒热 又没有少阳政 你不要给他小财无汤 也不对正 其人反静 舌上太滑者 照理说 进入阳明政的时候 应该是照热 烦照 对不对 很安安静静的 又没有表政 太阳政 又没有少阳政 又没有阳明政 这个人反静 舌上太滑者 这种人不要供他 他所谓 张宗宇所谓的供 就是供下 我们金方在用供下的时候 会用到消黄 盲消大黄这种药的话 他已经是寒凉的药 你再用寒凉的药 再去供他 就去害死人 很多人很好玩 就阳不足的时候 他会告诉 他自己的动作 就告诉你阳不足 然后 妈妈一直来找你 我这小孩子很奇怪 他不喜欢出来 到外面太晒条 他喜欢躲到壁橱 越黑的地方 他进了房间 把灯关掉 他要躲到黑黑的地方 阳不够啊 已经告诉你了 对不对 那你阴阳观念不懂 你说这小孩子不是神经病 来找我麻烦 那哪有不喜欢光亮的 全世界人都喜欢光亮 就是魔鬼化身 人家是阳不够 阳不够 这种病人很多 很多有这种现象 好 好 那